动态追踪使用文字标题来套用 那我们刚刚做了把图换一换成跟我来 这是ForeignPack做的图 那你可以切换到文字的地方哦 当你切换到文字的地方呢 就在画面上点一下 按两下就可以开始打字了 Follow Me 然后空一个好了 那字的大小同学自己看一下哦 这个地方字打完以后我们就移动一下 假设大概是这个位置 对不对 那移到边界来的时候呢 拖曳跟上面这个图一样 接下来我们点点这个文字的地方 点文字的时候我们拉上去同学看一下哦 点它按滑鼠右键的时候呢 再上去点好了 ForeignPack先关闭 再上去点 点它按滑鼠右键就有什么功能 套用追踪路径点一下 好再点选确定 那确定完以后呢 也就是让我们这个文字标题 进入追踪路径 再把原来这个图把它删除 好那删除的时候 我们再把整个画面缩小一点来看一下 来你看那Follow Me 我们在这个地方 好我们来点选播放的时候呢 这个Follow Me就可以会跟着这个一直来走了 就可以跟着我们这个 那这个是会声会影的动态追踪的功能 那我们在这一步行 这一步就能帮助 我们在用这步行 我们在用这步行